好,大家辛苦了,我是耿如 很遺憾今天早上的事件 那很多狀況我覺得 我也還在努力的釐清和了解當中 那至少我認識焦之後 我覺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變 還有很努力的希望給大家一些正面好的能量 那以前的事情 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時間還有空間 然後謝謝大家關心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會一起面對 然後一起彌補可能曾經犯過的錯誤 最近一直在調一些老朋友 希望他平安無事 我經濟狀況相當良好 你這個幹什麼 等一下,有什麼要問 憲哥對於焦哥今天的發言 就印證了一下 他有很多東西都不實在 我們其實也是關心他 對啊,擔心 因為他那個以前那個小摩事件 他還特別跟我通電話 憲哥每言兩句不要講啊或幹嘛 我說沒有,不去討論這些的 對,不去討論這些的 經過十年後怎麼突然間就失控 其實我們很擔心他 聽說還到醫院去 對啊對啊 希望他平安無事啦 好不好 但是我,我經濟狀況相當良好 所以你怎麼會 你講別人啦 我只講我就怪怪的 我們都努力在好好做人 對啊 對啊,因為今天剛剛吧 還有一個女兒特別進棚來看爸爸 我家裡的孩子 就給爸爸的評語 讓我覺得今天心情特別好 每一個說 爸爸我們以你為榮 對啊 因為我總不能讓我的孩子 在外面沒有辦法做人嘛 對不對 我看到漂亮女記者 然後 這個我做不到 對 我都是被騷擾比較多 對啊 所以 這個 這個沒有 我們也希望他平安啦 好不好 但是 公司裡面的一個SOP 就是有侵犯我的部分 他們都會 嗯 行以如意 對對對 所以還是確定要告嗎 那公司的事跟我無關啊 我是一個商品啊 我願意接受他的品頭論主 傷害我都沒關係 但是你來傷害我 我講的又不是事實 那 有罵XXX三個字 就是八十八萬五千兩百元 對啊 那錢我用不到 我就把它捐出來或幹嘛 但你不可以這樣亂講 還有一個 我個人的一個角度 就是說 呃 我的感情觀 我們是家庭非常健全 也很健康的家庭 愛情是愛情 愛一個人 事過境遷 我們這一生 從來沒有回頭去講過一句 不OK的話 前女友是誰 也是一個什麼什麼 不要這樣 不要去講 把人家講出來 人家要嫁人啊 對不對 這是我個人的小觀點 對啊 你會覺得他這一番話 會讓他少了一個老朋友嗎 最近一直在調一些老朋友 對啊 其實心裡面蠻難過的 我沒幹嘛 我人都在這裡 我覺得蠻開心的 就是說 經過幾十年後 我們得到了一個好的證明 孩子們都覺得 我有一個最好的爸爸 對不對 爸爸就盡量做囉 我要對我的爸爸 對我的媽媽交代 對不對 我的父親 一輩子 他沒有對不起過任何一個朋友 沒有做任何不OK的事 也就是因為這些嘛 你看我們家族裡面 每一個孩子不可以有刺青 有刺青不見得是壞 那是人家每一個人隨便 但是我們的要求比較嚴格 每一個孩子不可以 不可以有陸戲派那個行為 吸毒或什麼 那就更不用講了 所以我才會那憤怒 那麼生氣的一個原因 我們不是高道德標準的人 我的嘴巴比什麼都還壞 但是我的言情 我就是個宅男 有什麼好那個的 我們也不會去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 那你怎麼看 焦哥今天爆了一連串演藝圈的黑料 就包括大小S啊 然後一些人都被扯進來了 那你不是逼著人家去告你嗎 對啊 如果你是小S你會告他 要不然就是你就是吸毒肉 啊他是跟蘋果日報訴訟告贏的 蘋果日報還賠錢 蘋果日報嘛 一週刊 一週刊 一週刊賠了好幾百萬 喔喔喔喔喔 現在落實了 那這還得了 那又是親密的愛人所指控的 沒有必要 我比較擔心佼佼啦 好不好 你是過不去更年期是吧 還是怎麼了 怎麼會這樣 啊而且齁 我已經講了 我已經告訴電視台 每一個電視台 本人不再參加金鐘獎 但是電視台人家要參加呀 我只要拿來我又簽了 好吧去好去好 我真心真意 因為我再多得任何獎 也沒有我得到國家品牌玉山獎來的重要吧 我是國家品牌玉山獎得主耶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我是國家2022年品質金牌獎得主耶 藝人當中 下輩子都不會有人得的啦 我是2023年今年雙料的得主 還沒有頒獎 但是我已經預計我會得獎 全是這個銷售第一名的健康食品 對不對 所以我也覺得就是說 要留一點嘴巴熟一點 對不對 你跟誰交往過 跟誰什麼什麼 去講這些 有必要嗎 要我們去死 我又沒有看毛 我又什麼 怎麼會來批判我的 說我們對於金鐘獎 我已經講了 而且我還私底下跟你講 我只能認罪一件事情 我所有的對金鐘獎的靠北靠北 都是一種演出嘛 好不好 這叫城前校正 敵軍來到城牆門口 大家要看這齣戲 我們一定要站在那裡 你這個王八蛋 你給我下來 我一掌打死你 這是舞台耶 你到底能不能 下了舞台以後 然後女記者 摳人家一下 抱人沒 我也不認識你 也不熟 你好 這個我們一生都做不到的 都做不到的 所以他就是一個演繹人生 我演到這一邊 已經再也沒有辦法 有多餘的40年 30幾年來證明 我是OK的 所以對於人家的指控 我都接受 都沒有問題 我們還在乎他的安危與否 但是呢公司的SOP 你敢講人家 人家就會讓你到法院去說明 就這個樣子 那邵哥跟佑勝接連翻車 他們這樣還可以再出來演藝圈 那你們要考慮的是 觀眾的接受度是什麼 對啊 觀眾的接受度比較重要 你自己要不要繼續出來 那你自己去決定 出來以後人家不接受你 那這你也沒有辦法 那這你也沒有辦法 甘願做歡喜受 花衣做甘願收 你就開心的做這些事情 這個大難臨頭 你也非得要扛下來 所以加油 加油 我們這個圈子裡面 其實藝人都赤子自心 比較開心快樂 可能會嘴巴開玩笑或幹嘛 但是喔 這個台上台下分清楚 對 私底下 拳擊台上去兩個 打到打死人都OK 下了舞台 你推人家一下就犯法了 是不可以的